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司马炎放过一个比司马懿还能忍的人,都怪他心软,导致司马家被灭。点个订阅,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司马炎放过一个比司马懿还能忍的人,都怪他心软,导致司马家被灭。 司马懿不会想到,在西晋建国52年后,一个比他更加能忍的人物,在历经同样残酷的宫廷斗争之后,起兵直接杀向洛阳,抓住自己的子孙,最终导致西晋灭国,重演了一次司马家的历史。 这个人就是刘渊。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居住在漠北的南匈奴帮着平黄金,曹操赏匈匈奴贵族作为统帅,受汉庭管辖,其中左部人马最强,首领名叫刘豹,他的儿子名叫刘渊。 刘渊的前半生堪称是怀才不遇的典型,刘渊作为人质被带入洛阳,受到曹魏权臣司马昭的后代。 由于刘渊为人青采好师,博学多采,很快便赢得了司马昭的赏识,更是和大臣王魂杰为之交好友。 后来司马炎听说了刘渊的大名,也想召见于他,一番长谈之后,司马炎对刘渊很是欣赏。 本打算让他驻守东南,平定无讳,结果身旁大臣说刘渊才干过人,但头有反骨,齐心难测,司马炎此时已经成为晋武帝,他想了想,毕竟刘渊非我足类,也就表扬了刘渊几句, 就将他打发出宫了。 刘渊好友大臣王魂多次向司马炎举荐券刘渊,夸奖他博士多采,于是司马炎召见刘渊,与他长谈一番后,对他也是极其赏识,派他驻守东南,平定无讳地区,司马炎同意。 可就在要下诏时,一旁大臣建言说,刘渊才干过人,唯枉卓著著,齐心难测,若陛下派他去平定东吴后。 恐怕此人就不会渡江回事了,武帝司马炎听罢非我足类,齐心避意,便放弃了任用刘渊的打算。 齐王司马优对司马炎说,刘渊这个人必须马上除掉。 幸亏此时,他的好友王魂在皇帝身边,他连忙为自己的朋友担保,刘渊的人品我是知道的,我王魂愿意为他担保,杀掉边疆少数民族的质子,造成多恶劣的影响。 听了王魂的话,司马炎觉得有道理,便放过了刘渊,刘渊侥幸逃过了杀身之祸。 刘渊在洛阳受到猜疑,内心一直不安,279年。 刘渊父亲去世,他返乡继承,刘渊严明刑法,轻财重义,匈奴五部中的豪杰纷纷前来投奔他。 公元290年,傻子晋惠帝继位,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 禁书,卷一百一,载记第一,汇报足,以元海带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成街舞,五部俊杰无部智者,幽济宁如,后门秀逝,不远千里,一阶游烟。 刘渊返回匈奴,继承了自己父亲的地位后,大展兄中暴富,使自己的军力财力都大大的增加。 而公元290年,傻皇帝进惠帝即位后,任命刘渊为五部大都督,更加大了刘渊的权力。 八王之乱时,刘渊巧准时机,在山西效益宣布自立为王,国后为汉,并且举兵反进。 北方各族人民长期受到西境压迫,听说刘渊起兵,一时间纷纷响应,几十天便汇聚人马五万多人,在东边战败的截人时乐,率众来想。 刘渊顿时势力大增,因此趁势南下,屡败进军,地盘很快扩展到山西、河北、山东。 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自称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汉的招牌吸引了很多民众归顺。 308年称帝,改元永奉,但在公元310年。 刘渊暴病而亡,其子刘聪接过大权,率领军队拿下首都洛阳,挟持逃亡中的近怀地,回到洛阳后, 大肆屠杀和抢掠,将皇室陵帝和宗庙缴了个天翻地覆,始称永家之祸。 骑兵冲进西晋首都洛阳后,把包括司马懿在内的西晋宗室的陵墓,挖得一干二净,烧毁皇宫和宗庙。 城中最后三万汉人也被屠杀殆尽。 刘聪大宴群臣,命进淮帝,川位群臣针灸,敬过一些老臣,当场嚎啕大哭。 刘聪一怒之下,将进淮帝与哭泣者全部杀了。 后来晋武帝之孙司马懿闻讯在长安寄皇帝位。 可仅仅七个月便向他投降,刘聪又在宴会时命令晋敏帝端酒,洗酒杯。 上厕所时,又让晋敏帝拿着马桶盖在边上为他煽臭气,吸进的最后两位皇帝真是受尽了人世间的屈辱。 如果司马懿知道自己的子孙如此悲惨的话,还会处心积虑地去争夺皇位吗? 在刘聪举办的群臣宴中,刘聪命晋怀帝为群臣敬酒,以此侮辱。 一些老臣们嚎啕大哭,刘聪乖力成性,将晋怀帝和哭者全部屠杀。 后又顾忌重施,让晋敏帝照做,还让晋敏帝拿着马桶盖在他如侧石山臭气。 真可谓是侮辱至极,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有刘渊的隐忍,更大的一部分缘由还是因为晋朝执政者的无能罢了。 八王之乱给了西晋王朝致命一击,严重削弱了西晋的国家实力,而北方草原上五个新兴的少数民族军队突然发难,在西晋最薄弱的时候南下, 史称五胡乱华,一举消灭西晋,让中原人士纷纷难渡,躲到南方苟且偷生。 可以说,司马炎搞的这个给同性宗族封王的制度,是西晋灭亡的导火索,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一般开国的君主比较有才干。 而末代君主一般比较昏庸,而正是因为大规模给同性封王,有人认为司马炎是历史上罕见的开国就昏庸了皇帝。 果真如此吗?司马炎真的不知道如此给同性宗族封王的危害性吗?他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其实,我们如果真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非常忌讳从上帝视角看问题,应避免从结果反推原因。 这么做往往失之客观,要想准确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评判,应该尽量还原历史情境,将自己带入到当时侍主所处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此人的所作所为。 司马炎当然不是一个昏君,他亲手终结了三国分裂局面,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在灭无战争期间,他一眼看透了东吴的雷若本质,在甲冲等众臣力劝他求和时,只有他坚持难争,最终逼得东吴投降认输。 因此可以说,司马炎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另一方面,他出身豪门大族的河内司马氏,自小家教慎严,肯定对西汉七国之乱这样的历史非常了解,因此,他不可能不知道设置藩王对国家稳定的影响。 司马炎代未建立晋朝后,三国统一,历史进入了西晋时期。 晋惠帝年间,爆发巴王之乱,西晋王朝迅速衰弱,这个时候,桓范后人再也不必躲躲闪闪,可以光明正大地承认自己桓范后人的身份了。 桓范的玄孙桓温,在东晋王朝功勋卓著,魏吉仁臣,桓温灭乔朱,讨后秦,功前燕,任荆州刺史,持节督督京司拥义良宁六州诸君氏,成为东晋王朝的第一权臣。 桓温还效仿司马懿废位帝曹芳,把东晋皇帝司马懿给废了。 桓温的儿子桓玄,则更进一步,直接把晋帝废了自己当起了皇帝。 原刑两年,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司马德宗,善位。 取代东晋,建立桓温政权,如司马延代未见国事,真是一报还一报。 司马家当年屠灭桓范三族,却漏掉了一个人,后代效仿司马氏篡位自立,算是报了国仇家恨。 只可惜,桓玄篡进实在是不得人心,桓温政权存在没多久就土崩瓦解了,并最终成就了另一个当事枭雄。 这就是后来灭亡东晋建立宋朝的流域。 晋朝是从乱世中依靠着司马懿的智谋和司马家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换来的天下,没想到仅仅维持了52年,就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历史性的灾难。 司马懿通过忍耐夺了政权,但是没有想到刘渊也通过忍耐夺取了他的政权,事事反复,万物都是在循环的。 这也许就是一场轮回吧。 50年前,司马懿对曹家的做法在如今刘渊的身上重现。 司马家族从司马懿致敬五帝司马延即位,历经几代人辛苦努力换来的西晋大好河山,仅仅才维持52年便宣告灭亡,司马懿间忍不屈一步步夺取曹魏政权,50多年后天导循环。 又是一个命运与他极其相似的人物,导致了西晋的灭亡,拉开了百年的乱局。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 点个订阅,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 点个订阅,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